上次影片我不是說如何將比特幣或其他加密貨幣換成港幣 拿現金或入到香港銀行系統 當中我提供一間交易所叫做KikiTrade 可以將錢傳到香港銀行戶口 還有它的APP還有一些社交媒體功能 提供一個平台給用戶交換資訊 它還有一隻太空紅做吉祥物 令到它的介面沒有其他交易所那麼死板 我覺得蠻特別的 身為Graphic Designer的貓依依都很喜歡它的插畫 那我們現在看看它的開戶過程和用戶體驗如何 大家好我是老鼠叔叔 KikiTrade是一間香港的公司 在上年開業 這個就是它的網站 很有趣有隻紫色的太空紅做它的吉祥物 它的APP還有一些有關交密貨幣的新聞給你看 投資門檻低 100元港幣都有交易 用戶還可以在平台上寫短文章交換心得 除了買賣之外 你還可以把閒置的交密貨幣放在它們裡收息 它們還有賣一些Bitcoin的禮券 你可以買來送給朋友 它們不定時都會做其他的推廣 還有在其他中外媒體都看到它們蹤影 在去年2020年的台北金融博覽會 它們都有擺攤位 剛剛明報和香港經濟日報都有我們的專訪 說有機構投資社投資了800萬美金在它們裡 說遲些還會推出這個月供比特幣的計劃 開戶首先你們去App Store或者Google Play 下載他們的App 打開App之後選擇Sign Up去註冊 之後就輸入你的E-mail做Not In Name 在Invitation Code裡可以輸入我的邀請碼 那你和我都可以收到等值港幣20元的比特幣 在我剪片的時候我發現原來它們把營生計劃 upgrade 了 你用邀請碼開戶之後第一次入金你入超過一萬元 就有500元港幣的現金回贈了 所以你申請的時候一定記得要入邀請碼 之後它會發個嚴正碼去你的E-mail 在這裡入回就可以了 你可以設置你的頭像或者Nake Name 還有可以支援指紋解鎖方便登入 那你就完成了基本開戶的過程了 可以看它們的資訊和運用Social Media的功能 但是要進一步買買加密貨幣就要做個身份認證 準備好你的身份證明文件 護照或者香港身份證 你用手機幫你的身份證明文件拍張照 再upload上去 那它就會check 我那次大約用了兩至三個小時就完成了身份認證 這個就是它的主畫面 它那陣子有什麼優惠在做都會在這裡展示出來 例如介紹朋友開戶和農曆新年派例子 前面白色情人節期間你入金 它還有一個ETH以太坊現金回陣 在佛國節期間你的買賣量去到某一個金額 又有現金獎勵 譬如你用500美金的本金 來回買賣五轉就有15美金的USDT現金回陣 詳情你可以看這個表 有時又有個競猜Bitcoin價格的比賽 有時就有些問答遊戲比賽 答中問題又抽中你就會送些Bitcoin給你 你註冊之後有時可以Lock in 看看那期有什麼Polusion 接著我們來看看KikiTrade獨有的Social Media功能 它有個投票的選項可以看看大家對加密貨幣的看法 原來它有三成的用戶的資產超過一半是加密貨幣 又有個投票分享大家覺得自己是哪類型的投資者 還有今次升浪之中有多少投資者上了車 對NFT代幣的看法 下半部分就好像Twitter一樣 用戶可以發表短文章討論一下 分享一些心得或者幣圈新聞 好像這篇這樣說上完阿姨也有買入這個以太坊 還在LINE開了個炒幣群組 不過它會不會是打手來的 哄些粉絲走去買 我在KikiTrade上面都post了一個message 希望我要跟大家分享我這些有關加密貨幣的影片 除了網友的短文之外 你在這裡也可以找到專業網站有關加密貨幣的新聞 也找到一些市場的指標 好像在不同交易所裡看好和看淡的比例 市場的情緒指數 和Bitcoin相對其他投資產品表現回報的比例 好像納斯打黑指數和Tesna一樣 看完你Social Media的功能之後 我們現在示範如何入金到KikiTrade去買Bitcoin 你卡住右下的icon去到你的Pover 再卡住買Wallet去顯示你的資產 然後再去港幣 你就看到有個按鈕寫Deposit 再按進去就開始入錢過程了 其實你可以入美金或者入港幣 如果可有的用戶要入美金 就跟左邊的帳號來入 如果你在香港入港幣的話 最方便就用轉數快 第一次入數你要按AdCard 入你的戶口號號 再上載你過數的記錄給他看 輸入金額之後就按Submit 去網絡那裡說 需要大約一個工作天 去完成這個過數核對 但是那天我大概等了兩三個小時 那筆錢都已經在戶口顯示出來了 入了戰之後 你就可以用它來買Bitcoin 你選擇Market那裡 選擇你想買的那隻幣 但如現在我想買Bitcoin 你看到畫面上面 有三隻貨幣可以選擇用來買幣 分別就是美金 港幣和穩定幣的USDT 甚至乎可以借孖展USDT去買 那這裡我就選用港幣來買 你可以選市價或者限價去買 之後你就進去想買的數量 那下面就會顯示所需的港幣金額 測清了之後 按Confirm就買了 如果你想將Bitcoin套現 你就要賣去把它換成港幣或者美金 那你Balance在HKD那裡就會有錢顯示出來 你再進去選Withdraw 就可以選你之前入過金的戶口 出錢去這個戶口 我就試過出100元 扣了幾元手續費之後 那筆錢就在同一個工作日 入到我銀行戶口 有關入金出金的手續費和所需時間 你可以參考這個網址的收費表 基本上入金就免手續費 出金就要收0.15% 最低消費10元 你也可以將你的開業貨幣轉到自己的Wallets 入你的Public Address就可以了 剛才說過除了買賣之外 你還要將限制的USDT放在它收息 你去我的資產那裡 然後選擇理財 然後選擇轉賬 輸入你想傳入的USDT的數目 它每天就會派息給你 不過它的利率只有2厘 不是太吸引 但USDT你隨時可以拿出來 都算有彈性的 總括來說 我覺得Kiki Trade都幾適合新手 它的介面比較簡單 沒什麼複雜的操作 還有很多加密貨幣的新聞和資訊 最重要是它可以銀行過數回到香港戶口 提供多一個出金的途徑 它自己的網站還有一個blog 不過看它的文章又不算很多 可能遲下看看會不會多些人上去寫文 除了APP和部落格之外 它也有Facebook和Instagram 我覺得它對IG做得不錯 都有很多有用的post 用一些簡單的文字和圖畫 介紹和解釋加密貨幣的用語和人物 如果你是新手我都幾建議你們去看看 可以節省不少帕文文資料研究的時間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裏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 或者覺得內容有用 麻煩你留言給個like 分享和訂閱頻道 左手邊我還有兩條影片 你們大家可以看看剛剛看 多謝觀看 下次再見 拜拜